冬运会无数项目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大马无数国家队也继续在赛场上傲视群雄 三届世界冠军胡满化在男拳项目中展现身后的功夫底子 全拳打出真功夫 最终以9.67分力压越南对手拿下金牌 圆了他期盼已久的冬运会金牌梦 太极拳国手罗子畅同样表现亮眼 在男子规定太极拳项目中打出收放自如的拳术套路 完美呈现太极拳刚柔并重的精髓 让他顺利以9.66分实现未免 赢得个人在本届赛会的第二金 我国公路脚踏车队也传出惊喜 继昨天绕圈赛夺金之后 今天在男子团体计时赛再次骑出金牌 在全场51公里的赛程中 大马选手不断奋力勇往直前 一路领跑所有对手 最终以一小时1分37秒超过终点线 整整19秒的绝大优势 让我国实至名归再添一斤 我国女枪手阿丽亚莎萨萨娜 今天挑战自己擅长的女子射击25米手枪赛 结果不负众望 冷静射出了31分的高分 以领先对手3分的优势赢得金牌 成功未免冠军宝座 NT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